学IT 拿高薪就来千锋教育 高品质全程面秀教学 零元入学 两周免费试听 我们来介绍一下Mixin混合 那实际上上一节课我们讲过这个extense继承的关系 对吧 那么它是由子类来继承负类 那么它会具备拥有负类的属性和方法 但是呢在DAT里面只有单继承 也就是我们不能同时继承多个负类 那么如果说我们想有多个负类继承的这样的需求的话 那么我们只能通过混合的方式进行实现 那么所谓的混合在其他语言里面经常见的 比如说我们前端里面 无论是react还是view里面都具备混合的这样的特点 它相当于把它自身具备的一些特点混到别人里面 那比如说我现在这是一个person类 这是person类 那我也可以再做一些其他的行为的这样的类 比如说做一个eat这样一个类 那这个eat就是吃饭对吧 那我这里面我可以做一个void 没有返回值的一个方法就叫做eat 然后呢这里面我们可以打印一下 print一下我们吃饭的这个行为 我们就就叫eat就ok了 那这是我一个类 类里面具备一个eat方法 那同时呢我也可以再做一个睡觉 然后我们做一个睡觉叫sleep 然后它里面有个方法叫sleep这样的方法 那么当然我需要定义返回值的类型 我们叫做void sleep 然后同样的我们也是print一下 它现在在做的事是sleep 那么对于过去我们继承的方式都是这么来写 对吧extends一下eat 但是我们不能实现多继承 比如说在这里面写上一个sleep 这样它会报错的 能看到吧 这里面它会报错的 比如说我们只能使用 如果说使用extends关键词的话 我们只能放一个类 单继承 那么这个跟加万也是一样的 加万只能做单继承 那么这里面能看到它告诉我们 它有个提示是吧 mix in mix in 那么如果说我要想做多继承 实际上我可以通过这个mix in 这样的关键词是吧 那实际上它应该是什么呀 mix in需要使用with这个关键词 实际上with就是mix in混合这样的一个功能 它把eat和sleep都混合进到person里面去 比如说person具备eat和sleep的方法 具备eat和sleep的方法 通过with关键词来进行混合 那么我们来验证一下 比如说在这里面我们可以 wag一个p等于new person new person 然后这个时候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person具备不具备 方法呢 eat方法 具备是吧 没问题 那上面的person能看到 我们这里面是个构造函数 它有age和sleep name 对吧 age和sleep name 那么在这里面我们构造的时候 需要传入这两个参数 要不然它会报错的 那比如说我们18岁 然后呢 名字叫做张三 那这个编译错误就解决了 然后之后我们再看一下 我具备不具备sleep呢 sleep可以对吧 编译没错就说明我们是有这个方法的 然后再有p.say hello 那么两个混合的方法我能调用 那么我自身有的方法我还是能够调用 对吧 那么混合相当于我可以同时具备n个类的方法 同时具备n个类的方法 然后我们来运行一下 看一下效果 这能看到eat sleep 还有my name is张三 那么这就是我们讲到的混合 这就是我们讲到的混合 那么我们顺便再讲一下混合里面另外一个特点 比如说两个混合里面都有同一个方法 比如说都有一个叫做wide say hello wide say hello 比如说person里面我是不是具备say hello方法 那我在两个混合里面也写上这样的方法 我们来看一下现象 我们先看一下现象 我们为了区别我们在这里面叫say hello in eat 这样可以吧 也就是这是eat里面的say hello 然后呢我们再做一个sleep的say hello 那么这里面都有say hello之后 三个相当于我混合的两个里面有 然后我类自身里面也有 那么我们看谁会生效 这个say hello谁会生效 我们运行一下看结果 能看到my name is张三 my name is张三生效了 那假如说我把这个住掉了 也说我类自身不具备say hello方法 我们再运行一下 这是say hello in sleep 那这个时候我们证明了两件事 证明两件事 如果类里面有一个方法 然后混合里面也有方法的话 我们优先使用类自身具备的这个方法 那么如果说只有混合里面有同名的方法 只有混合里面有同名的方法的话 那么我们在最后面的会生效 在最后面的会生效 相当于什么呢 他先把it混合进了person里面 然后之后呢 又把sleep混合进了他俩的组合里面 那么是不是后来的就把前面的给覆盖掉了 对吧 后来的就把前面给覆盖掉了 那这是mix in具备的特点 mix in具备的特点 如果说有同名方法的话 后面会把前面的给覆盖掉 但是我们顺便也证明了一下 如果类自身具备这个方法的时候 是不会被覆盖掉的 如果说类自身具备这样的方法的话 是不会被覆盖掉的 那么我们再介绍一下抽象类 抽象类 那么所谓的抽象类 实际上它是在类的前面去加一个关键词 abstract抽象这关键词 那比如说我们在这可以做一个abstract抽象类的关键词 然后呢我们在前面再加上一个东西 比如说我们叫animal 那当然我得是一个class对吧 所以说abstractclassanimal一个动物 动物 然后动物里面我可以随便定义什么方法 是吧 比如说我们也可以给他定义一个方法 void 然后呢 have a baby 是吧 那这样它是可以繁荣下一代 对吧 繁荣下一代 那么这里面我们写的叫have a baby 然后print have a baby 那这个时候相当于我这个方法是有实现的 对吧 这个时候相当于我方法是有实现的 那么如果说我这个方法没有实现 那么我就是一个抽象方法 这能够理解对吧 我把大括号去了 那么我就是一个抽象方法 这样我就是抽象方法 抽象方法 我只有方法的定义 是吧 只有方法的定义 但是呢 我并没有把这方法实现 那么抽象类有什么用呢 抽象类是说我有一个想法 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实现 那么我就先把这个想法定义出来 那如果说我这个person继承它 extends一下animal 就会出现了一个问题 看编译怎么样 有错误了 他给我们了一个提示 有时候我动物有这么一个抽象方法 但是我不知道怎么来实现 那我这个person就会提示你 你要把这个方法实现了 有时候你要把这个have a baby 这个方法在你自己内部给实现了 这是非常好的对吧 这相当于我制定了一条法律 但是呢 法律的解释权我还没有想好 所以我把这法律的解释权 交给继承我的人来去做 这能够理解是吧 我只是把这个设想给做出来了 但是我不知道具体怎么来实现 那么我把这个实现的这个权利 交给继承我的人来做 那这样我person继承了animal 我就需要把这个have a baby方法进行实现 那这样刚才的编译错误就没有了 对吧 那我在这里面就可以写上 我可以print一下 我给它实现了 对吧 那么我只打印一下 have a baby 那这样我就给它实现了 对吧 因为我有大括号 对它实现了 我们再把这注掉 重新看一下这个错误 我去继承了一下抽象类 但是抽象类里面定义了一个方法 由于我没有实现 它会提示我要去做这件事 对吧 那么我们就需要在这里面去 把抽象类里面的方法给实现了 抽象类里面的方法给实现了 那这样刚才的编译错误就没有了 那么抽象类还有另外一个特点 是它不能够被实力化 它不能够被实力化 那么这个原则也是比较好理解的 因为它里面还有没有实现的方法 那这样如果说你调用它的话 它会报错的嘛 对吧 所以那我既然设计抽象类的目的 就是我要做一个规则 而不是说你要用我 这能够理解对吧 我们要做一个规则 让别人去实现这个规则 那么这是抽象类它的意义在 那么抽象类更倾向于是架构师在做的一个行为 因为架构师在初始的时候 它要做很多的这样的文件 目录结构的规定 命名的规定 包括有一些规约规则的规定 比如说我们初始化的我们系统里面大概有哪些功能 我都在抽象类里面给它定义出来 但是由于每一个继承的模块 它的业务都是有一些区别的 所以说我只是去继承 然后呢把这方法实现就OK了 那这样可以保证整个项目都是按照一定的规则来写的 那么有一些共通的逻辑 共通的方法的名字 命名也是统一的 那么大伙只要继承同一个抽象类的话 那么这个类的里面的结构都是非常统一的 是非常方便的 就避免了编码的时候 它会有很多的不同的命名方式 是吧 那别的地方可能就have a children 是吧 have a children 有的第二可能叫have a baby 那这样既然大家都实现了是吧 都实现了这个抽象类的话 那么大家都都叫做have a baby 都叫做have a baby 这是非常方便的